朋友们我感觉我牛肉面都快要吃不起了 我手上这碗牛肉面居然要145块钱一盒 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不会买的 这个东西妥妥的告诉你 就是做这个收割机 也就只有我们拍视频的人会买 真就一盒朋友们 来就这个东西叫做半斤半肉牛肉面 上次我买的那个150块钱一份的红烧牛肉面 我还历历在目 好歹人家说是那种大师专业掉出来的老汤 它这个的话就没有写 写的就只是顶级特选的牛类精华 还有汤头细火慢熬回甘 加上经典的家常面体吸附饱满的精华汤汁 果然兄弟们贵的东西 有再几句话这就已经值100块了 那话不多说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100多块钱的牛肉面 它到底值在哪啊 我看就散包料的吗 而且这盒子还贼一张 你看这是不是汤料撒出来了呀 这个是酸菜 这个是牛肉调理包 这个是面条 我的天145针就一碗朋友们 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还没打开啊 这里面已经漏了看到没 我猜应该不是漏了 它应该是在工厂做出来的时候呢 它底下就有一点那种残留 然后直接打包装进来了 这都100多块钱一碗了 你不好好的吃吧 消灭毒洗一下什么的 这个吃法的话呢也是一如既往啊 不管多贵 都是同样的料理包加热方法 那我们就先煮面 然后再煮料理包好吧 我这面是真少啊 你看就是跟方便面一样的结构啊 就方便面来说 带装的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 这个估计得值三十啊 最后再煮一下这个料理包啊 这个隔的水煮就行了啊 这没肉的吗 我的天就这么几块肉 来来来朋友们 这碗面啊145啊 还是不加运分的那种啊 不知道给你们买 你们会不会买啊 然后他们说的是半斤半肉牛肉面 看来一下好像确实还是啊 你看这个是纯瘦肉对吧 然后这个是牛筋 但是肉是真的少啊 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六七块左右 为了有个对比啊 我就在网上点了一个外卖 这一份啊 就是普通的牛肉面 我花了14块钱买了一碗啊 两个价格相达十倍啊 咱来看看啊 它这个牛肉是这种啊 这就是普通的牛肉面 你看这个牛肉也不少啊 朋友们 但这个只卖14块 面的话分量我觉得还挺多啊 好你们再看一下啊 这两份面 这个145 这个14块 明显啊 这个面多一点 这个肉多一点 但这两个价格相达十倍啊 要是给你们再选一下 你们选哪一个 左边扣一右边扣二啊 来吧 接下来就是试试环节 我来看看这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味道呢就不做对比 因为这俩不是同一个口味的 先尝尝这个贵的啊 面还是比较有嚼劲的 但是没什么味道 这汤很淡 有点那种卤虾面的意思 甚至说难听一点 可能就跟泡面差不多 来我来一口肉啊 看看能不能把它味儿调上来啊 这个肉比较筋道 真的 不是那种一咬就散掉哈 吃着一略微有那么一点点辣哈 但我就严重怀疑啊 就这玩意儿 它在当地应该没有这么贵吧 味道呢其实不赖 整理就是卤虾味 肉呢带有一点点微辣的感觉 但吃着 我觉得这一碗 你吃肯定是能吃得饱 就是145块钱让你吃饱 你就会觉得 那个心就在滴血 你知道吧 我尝尝它这个牛筋哈 这个牛筋就炖得很烂 就跟吃那个鱼头里面的那个胶质一样 我在尝尝这个啊 这是我14块钱买来的 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啊 换张筷子咬出来一点 待会儿我留给小舅子吃啊 他还没吃饭呢 你看他这个面得有多少啊 朋友们 这个面说实话一看就贼多 这最少是他的1.5倍的分量左右 这个面应该是手工面啊 很劲道 味道不做对比 但我就评价一下 他其实这个吃的就有点像油泼面的感觉 他可能是油辣子给的比较多啊 你看他上面是这么红 我们找一块肉尝一下啊 14块钱啊 里面能找到肉 朋友们 这个就是普通那种牛肉 跟南州拉面里面差不多啊 南州拉面是切片啊 他这个是用块状的 论好吃程度 这个咱们不黑人家 这145确实会好吃那么一点点 并不是因为他贵啊 我觉得他好吃 是当时看起来的时候 这个面我以为没什么嚼劲 但实际上吃起来还是比较有嚼劲 然后肉的话呢 咸咸的那种五香味 有一点点偏辣的感觉 整体味道算是比较丰富的 论好吃程度啊 确实是稍微会好吃一些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个14块钱的面 才是咱们的正常生活 应该能接受的啊 反正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看个热闹啊 你们肯定是不会 去买一份这样的面来吃的 但是啊 至少你们以后啊 跟别人说 你看我看过 别人吃100多块钱一份的面 他跟咱们十几块钱的面 没什么区别 你以后可以这样说啊 豪言放出去 你放心我来兜着啊 别人不信 你把这视频给他看 好吧 最后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个赞支持一波 就万分感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